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打电话询问当地封县派出所称 目前这两名网友涉嫌犯罪被拘留 网友称 手机被抢了 然后去报案 结果没把抢手机的人给抓起来 把两个报案的给抓了 我们来听网友跟当地派出所询问的电话录音 哎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昨天晚上大概22.08分 有一个女孩就去那个 去那个 孙楼派出所报案去了 但是现在你没联系 没联系到吗 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 你是干嘛的 你是干嘛的 我是他朋友 你是他朋友 不是 那他现在已经 他现在已经胜了 我要翻译了知道吧 什么 他翻译了 是吗 是吗 嗯 对 我就跟你讲一声 好吧 但是没有任何误息啊 那没法对他对党媒体联系的联系法 但是他就要跟这些选择嘛 如果你过来对他采取措施之后 肯定会给 居留论证证的知道吧 那我没得联系到他现在会是什么 他现在他还没到时间知道吧 到什么时间 他现在他 他你现在谁能联系不上的 另有网友也打徐州当地政府电话询问此事 我们来听 好 徐州分县 请回报你 你好 是这样子的 嗯 徐州分县 这边有两个女孩子过去了之后 我现在失联了 我想问一下他现在在哪里 在哪里 抱歉女士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能够回复你 你这边有报警过吗 他们 呃 网友好像是已经抱久了 他 问题是 那两个女孩子是去分县森楼警察局报警 然后失联的 我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报啊 那您稍等这边客气去 话说原则 帮您转接封县政府人先 你直接向当地自信一下 行 你帮我转接吧 稍等不要挂机 嗯 简刷后 请问一下 我已经请问一下 我也是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是他现在的朋友微信也联系不上 电话也打不通 其实他们亲属这边都已经问过了 许州分线的事全国反正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们也不用了跟我打含糊 我就想问一下派出所有什么权利拘留 那两个女孩子他们做错了什么 我可以给您洛出所的电话 好呀 你帮我转 派出所的电话我已经打过无数遍了 他这边不接电话 你打到哪个电话 我两个一个是68603652 一个是83977 后面是三个零的 这是对外的洛出所的电话 他们都不接 我从早上打到中午都不接 你不要挂 我借一下 你借一下先不要挂 我把电话借进来 我们这边联系他们正在通话中 然后我们又问了一下 这个110指挥中心这边 他们也接到这个网友的来电 给他们这边 他们说已经通知孙龙派出所了 这个情况就是没有 就是有待核实 而且您说的什么 联系不上这两个女孩 然后我也给派出所这边讲了 让他们这边也帮助寻找 其他的我也就不说了 我就想问一下 就丰县的洛出所是什么的情况 女生到洛出所那边 然后之后就一天一天 有待核实 女士您这边也是听说 您是说网友说的 这个也是有待核实 他这边两位女孩子的朋友 微信发过去 等待了一天多 他们也不会 是你的朋友吗 是你的朋友吗 他们网上都已经贴出来了 然后女孩子的微博 他每天都会回复的 我这边和他也是互关的状态 他也会回复我的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 与外界联系一下 我们真的很担心 那封县的状态 好的 那也很抱歉 我这边态度也不太好 那谢谢了 谢谢 好的 该网友称 和政府人员沟通录音 现在连徐州这边市政府 也找不到那两个女孩子 封县那边派出所也不接电话 他们竟然也不接政府的电话 不过已经有很多人打过电话了 这边大家都在关注中 这个接线员的小姐姐 声音挺温柔的 请大家不要说小姐姐怎么样 我仅仅只是希望 政府早点联系上派出所 让那两个姐妹早些 对外联系报平安啊 他们疑似被拘留前 网友我能报起120经发文称 就来申请立案 已经从11点20等到现在了 一直没人管 中间就一个男民警 拿着张A400纸过来给我们写字 要求我们写上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和诉求 我说没有专用表格吗 说是去哪 去了六个小时了没回来 之后又有个小男民警来说 要先去掉监控 才能立案 去了五个半小时 没回来 再有大男民警说 已经传唤了医护过来了 让我们等着 我问那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什么人呢 都还没做立案登记呢 怎么就要监控传唤当事人了 男民警回答我的一律 只有等着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 有没有懂的人说说 是这么个流程吗 我怎么那么猛呢 之前他发微博 讲述手机被抢经过 他说 中线公职人员 怎么对待人权呢 早上我想去医院上个厕所 那是加换卫生巾 卫生库 医院不让 我说那我进去看病呢 也不行 医院人员打了好多个电话 找领导也不行 我说你们这么担心我 那找个女同事和我一起进去呗 也不行 我已经很生气了 我就说那你把你拒绝我进医院的理由说出来 你说出来我录像 你只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我就不进医院了 结果我的手机就被抢走了 报警之后来了四个警察 还要盘问教育我们 一直说带我去别处上厕所 不处理医护人员抢我手机的事 气得我心脏都不好了 我要进医院 警察说这是小医院治不了 最后12名来了 在第二人民医院门口 把我拉到8公里左右的封县人民医院心院去抢救 我一个正常人在封县只待了7天 脾气越来越差 精神暴躁 人全都没了 我都给气得进医院 那一个小小的被男人囚禁的孤女呢 可见封县就不适合正常人带 后来他更新 抢手机后续 今天上午警察调解不成功 抢我手机的人拒不到歉 我和全美来辖区派出所报案要求立案了 一直没警察来管 我们坐着等 关于两位网友疑似被拘留 网友留言回复评论道 有网友留言 晕 手机被抢去报案 反而被拘留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冷知识 刑事诉讼法里面 第85条 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 必须出示拘留证 录音里面说没有拘留证 凭什么抓人 还有网友说 能否联系上这部朋友 拿到拘留决定书后 马上发到这里给我看一下 如果你们相信我 我来做反诉文本 申请检方介入 有网友留言 那啥 弱弱的问下 有音频也不是造谣吧 可以为两个姐姐 创个词条冲上热搜吗 更多的人关注下 多少保障些吧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为什么法了 犯了哪条罪 朗朗乾坤啊 这就是我们的盛事 还有网友说 我都怀疑抢手机是他们的钓鱼操作了 为了让两个小姐姐自动前往派出所 有网友留言 公知被垂死以后 没人关心这些事情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能不能众筹给他们找律师啊 太气人了 还有网友说 联系不上人 天知道他们在那里会出什么事 想想就觉得恐怖 网友在被拘留的网友微博下留言 有网友说 人现在怎么样了 一天过去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你们还好吗 拐线真不是人了 还有网友说 有当地的好心人吗 帮帮忙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就是想去医院看望病人 为那个被拐卖被摧残的姐妹送温暖 有什么错 能拘留几天 之前有网友关切他们在警察局的情况 有网友说 姐妹你这样发微博做记录是非常正确的 到派出所报案六个小时不受理 现在可能真的没什么办法 在当下把事情做好 但是在公开场合发表 记录是有证据效力和意义的 多拍照多拍视频 哪怕在派出所也要开录音 他们出门都要紧无执法记录仪 所以你录音录像完全没问题 多留个心眼 有网友留言 刚刚询问了网上的当地人 昨晚有看到车在派出所 但车里没人 现在好心人也被限制自由盯住了 不能过去 还有其他人吗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我们大家把他们的微博有用的内容截图保留吧 防止他们被封号 还有网友说 两姑娘一晚上没发微博了 是否出了什么意外 现在最担心的是你们的人身安全问题 那个法外之地不能以常理推断 希望尽早报个平安 有网友留言 亚人本来是去派出所报案的 结果在派出所直接失联了吗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说到底 为什么徐州这件事大家还在发生 就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国家 相信政府 相信党的 我们坚信 这位妇女的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坏人没有得到严正的处理 是因为上级 党和国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如果闹大 它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请不要让你的人民寒心 还有网友说 感觉被刑拘了 行政拘留说明有违法行为 并非犯罪 被陷人身自由 可能的原因是 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或寻衅滋事 比如阻碍警方公务 公共平台发表不当言论等 这就很 昨日一个大V态度从刚到耸大转变 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有网友留言 千万别在白纸上 写任何你们的个人信息 小心被挪作他用 都2022年了 用这种老把戏 还能更无耻一点吗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昨晚我一直劝他们回去能屈能伸 因为从他们连日来的遭遇 我感到了当地对他们愈发不想忍了 从之前劝说警告到故意找查 目的是要让他们离开封县 我个人认为应该人身暂时是安全的 毕竟如果他们的父母抱了人口失踪 河南安徽警方会去调查 目前必须持续关注 关注之人越多影响越大 安全机遇越大 还有网友说 这两个姐妹在孙罗派出所失联了 请问怎么办 有网友留言 担心一旦两位姐妹被控制 不能发声 所有的话语权就掌握在徐州官方手里 最后可以把他俩轻松污名化成别有用心之人 到时候就没人帮他俩 想支持他们的也不敢支持他们 话说来抓董某某抓管卖饭抓得那么 某某蹭蹭不情不愿的 抓两个探望受害者的女孩 咋比什么都快呢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我关注了两个被拘留的小姐姐了 手机还是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抢走的 为什么就这么猖狂了 是以为女性都好欺负吗 想抓就能抓 想抢就能抢 还有网友说 气得我又去翻了一遍狂人日记 这篇文章给翻来了 只照到两个字 吃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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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